这座山安葬着一位总统和一位皇帝 常民在这里的总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 安我在这里的皇帝是大明帝国 开国皇帝朱元长 中山又名紫金山 因山顶常有紫林营绕而 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性 中山灵就位于紫金山南路的中山风景区内 细雨飞飞的深秋 阴冷的雾慢挡不住人们前来拜夜英灵的脚步和热情 不爱是中山先生一生热烈追求的崇高理想 中山灵的台方就趁伯爱房 拭目到南端的入口 台方中门的横眉上 镇刻着中山先生首书的不爱二字 灵门建筑在中山灵中轴线上的正中 正门的上方 刻着天下围攻四个流金大字 这也是中山先生的首书 中山先生为之奋斗了一生 碑亭建筑在天下围攻灵门后面 以花钢式建造 重延新山顶 上树蓝色琉璃瓦 仿中国古代传统的木结构形式 高17米 宽12.2米 碑亭里的大石碑正面 自有制作数刻三行流金碑云 中国国民党藏总理孙先生遇此 中华民国18年6月1日 碑云市国民党元老谭阎海的首书 祭堂 中山陵主体建筑 位于海拔高度158米的山顶 建筑的色彩没有追求 传统地灵的黄色琉璃瓦和红墙 而采用蓝色屋顶灰白色墙身 反映了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民主的冤枉 从博爱党到祭堂 共有十节392级 象征当时全中国的三亿九千二百万人 从碑亭到祭堂 共有十节339级 象征当时国民党参众二任议员为339人 寓意每人作为一个台阶 要将中山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 祭堂门楣上封刻着民族、民生、民权、字样 是由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熟悉的六个刘金传字 中门上则嵌有孙中山先生 首书的天的正气四个刘金大字 祭堂中央供奉着孙中山先生高4.6米的坐像 祭堂内的墓室里 安放着孙中山和白玉卧像 卧像下面安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体 祭堂内严禁拍照 下面是借用百度上的两张照片 中山陵西侧不远 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合葬的明孝陵 因马皇后嗜好孝慈高皇后 又因朱元璋奉行孝至天下 顾名孝陵 其占地面积达一百七十余万平方米 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 后人有评价说 明孝陵继承了唐宋帝陵衣衫为灵旧制 又穿方坟为元秋心制 将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 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高度 成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文化与环境美学相结合的优秀典范 因为阴与天气黄昏时分 天空已昏暗下来 没有时间暗序行走文化内涵丰富的神道 直接走向的文武方门 文武方门是孝陵的正门 1999年重复 黄瓦 珠门 红墙 正门上方悬挂长方行门阁 述书文武方门四个流金大字 正门东策立有一块特别告示碑 此碑是清宣统元年1909所立 以六国文字书写 警示保护孝陵的注意事项 碑殿原为孝陵响殿前的中门 其孝陵门后备会 清朝时进行了改建 碑殿中 十碑上书至龙唐宋 四个流金大字 意思是宋阳明太祖 治国方略 超过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印 为清康熙皇帝1699年 第三次下江南夜灵时预题 康熙帝之所以如此肇事天下 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朱元璋的尊重和钦佩 另一方面则是想以此笼络人心 缓和满旱矛盾 加强统治 展示了帝王的雄才大略 孝陵的主要建筑孝陵殿 也就是响殿 位于碑殿之后 原有的孝陵殿已经毁于战火 尚存三层汉白域须一座台积 通高3.03米 台积上有大型柱 处64个现存响殿地表建筑 魏清同志12年1873年 两次重建的三小间响殿 殿内是明孝陵始料陈列市 响殿继续向北 越过升仙桥 即到了明孝陵内现存的最大建筑方程 方程是孝陵堡顶前面的一座巨大建筑 外部均用巨型调石建成 东西长75.26米 南北宽30.94米 前高16.25米 后高8.13米 底部围须弥作 方程正中卫一拱门 中通远拱形隧道 由54级台阶而上出隧道 迎面便是宝顶南墙 用十三层调石器柱 宝顶南墙上的刻字说明此处埋葬着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 方程之上是明楼 沿方程左右两侧步道可登上明楼 明楼南面开三个拱门 其余三面各开一个拱门 每山门上面的门钉为九行 每行九可 以显示九五之尊 方程明楼一位未知经四百米 左右的重修即是宝顶 也称宝成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寝宫所在地 朱元 张虽贵为九五之尊 其身后陵园的地面建筑 也几经焚毁几经重修 极无真正原物 令人唏嘘 好在的是 据历史考证 名孝陵虽几经截掠 但帝宫没有一次被汪洋大道们盗决成功 至今保存完好 不知其中的玄机何在 乃不幸中的万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